自從高中那一次碰到詐騙集團之後 大概是老天爺也知道我很窮 所以就沒有派其他詐騙集團來找我了 殊不知就在幾天前 我終於遇到第二隻了 某天還在畫圖的羽仔 誰啊? 哈囉? 請問是羽仔小姐嗎? 喔我們是一家投資機構啦 名字叫做鑽很大投資公司 我們有一個新推出的方案 是專門給年輕人的 想請問羽仔小姐有沒有興趣呢 我們一個月只要4000塊 就可以給我們的專案滾地滾席 你也想要賺個數十萬都不是問題 而且保證不賠錢 我們已經有很多的客人都已經賺錢賺到 喔受不了了 但是啊如果要這個方案的話 就是需要先付6個月的金額 也就是24000塊 但這其實也算是一個很好的投資啦 請問有興趣嗎? 呃... 我不是前幾天才做完詐騙集團的影片嗎? 該不是看了我的影片覺得我很好騙吧 然後再利用超級厲害的嗨科技巧 找到我的電話號碼 然後再真誠打電話來騙我 有這麼厲害的嗨科技巧來騙你幹嘛啊笨蛋 喂... 我怎麼可能會被這種電話騙呢 可是直接掛掉電話就覺得有點沒禮貌 這個詐騙集團小萌新又有一副很積極的樣子 我們就稱他為 炸雞猛男 或許這個 炸雞猛男 已經被掛電話掛了好幾次了 就沒他聊一下好了 就當這是做功德 於是... 我假裝很有興趣的樣子哦 就問他 哦...啊請問這是做什麼的啊 可是我才剛大學畢業 噢...現在疫情啊又找不到工作 真的只要兩萬四千塊就好了嗎? 我跟你說一個小時只有六十塊 不然老闆都壓榨我 好不容易存到兩萬塊 這個錢都來講超級重要的 真的不會賠掉嗎? 哦...小姐這就對啦 好不容易存到兩萬多塊錢 沒關係 一年後來你一個月就是數十萬啦 可惡這時候不是應該多少下六十塊的時薪嗎? 或是安慰我一下吧 而且剛才明明就說一年幾十萬 啊你怎麼現在就一個月就幾十萬了? 你已經露線啦哥哥 可是我又沒有錢 什麼? 我說喔 可是我又沒有錢 不是啊 你剛剛不是說你存了兩萬多塊錢嗎? 還是你要跟你朋友借一下 或是讓他們一起合夥 欸這很賺耶 可是我就很窮啊 我才乾閉又找不到大公司的工作 噢...我跟你講台積電 然後我去當工程師 可是那是在夢裡答應我的 現在我的失誤連普通上班族都比不上 而且我沒有朋友 哦不對啊 我朋友比我還窮 不等他說話啊 就接著說 欸兄弟我跟你說 我早餐只有吃20塊的饅頭 再配上自己泡的咖啡 啊結果咧 我昨天竟然忘記買饅頭了 所以我貴自己只有5塊錢的巧克力派 你知道好 就是那個5塊錢的巧克力派啊 然後中午的時候就吃個便當 然後晚上吃個水煎包 哦 這樣很省耶 哦對 我們這邊的水煎包 哦很好吃喔 一個只要15塊 重點是他超級香的 哈囉你還在嗎 這時候我才發現 他乖結化了 看來對方已經聊得非常開心了 我有種做好事的感覺 所以老天爺會因為我做好事的份上 獎上我 讓我中獎 至於那個詐騙集團電話 後來就沒有打過來了 對了 結果我當天買了兩張呱呱了 全部都沒中 可可 你在錄影 你這次搞超級場 超級場 而且很腦捨 腦捨 別吵了 很腦捨 腦捨 那 老醜念老醜還腦醜 趕快去上廁所啦 很 腦捨 別吵 麻煩你很煩耶 我老羞成怒了 走開 快過去啦 就跟那個老公念腦公一樣 你才腦公 腦捨 不吵啦